这些民众的心声听了的确令人动容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十一前夕中国大陆访民的处境 也是在最近上海的访民表示陆续有律师主动的接触他们 说是愿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据上海律师郑恩宠先生了解 当局列了一份有900多个访民的名单 自今年的8月起透过律师团已经陆续约谈了四五百位 表面上是为了终结信访制度做准备 实际上呢却是新一轮的镇压访民的措施 上海市嘎北区访民杜阳明向新唐人透露 8月22号接到自称律师的女同胞电话 表示想帮助她 杜阳明当下表示自己没有请律师 而且她的事没有市级领导出来承担责任是无法解决的 结果她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她说如果你愿意和我谈谈 我留个电话给你 我既没说要也没说不要 过来一会儿她看我没表示她就把电话换掉 8月26号区信访办和街道办各一人 带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律师到杜阳明家 表示要和他谈谈杜阳明当场回复 没有共同语言请师傅领导带着化解方案来 上海房民张翠平提到她的丈夫也接到接到信访办的电话 张翠平说不过当局不愿意提供书面数据 他们就是怕出这个书面东西的 共产党就这样的呀 他们违法的东西让你 给你给你们了老百姓的嘛 你会供不有重要 上海访民王水珍曾接获上海市政府口头通知 要他前往市政府大楼 与当局派出的律师谈话 王水珍表示 虽然律师也问了些关于他的案子 但主要是问了杨家 郑安宠 审庭三方面的事情 他们的目的就是 就是为了这个收集证据好像是 并不是想解决 跟我们解决之间的矛盾 是想收集就是 郑律师啊 那个那个审庭啊 和杨家 杨家当时那个开庭的时候的这些 就是三件事情 对此 郑安宠律师表示 根据他得到的消息 从8月初开始 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 就联合搞了一个980个访民的名单 并派出律师逐步约谈这些访民 目前从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下来 当局大约已经谈了四五百人 类似刚才王水珍的笔录呢 我看了四五十分 看了四五十分以后呢 给我一种感觉 他并不是在解决问题 他给我一种感觉呢 他准备这个上海市律师协会 或者这以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的名义 给中央打算报告 准备要镇压这些人 新唐人记者 绿蒙、唐希、金星采访报道